OK,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這個進度的部分 我們今天的話呢大概會有三個進度要跟各位來做說明 那我們今天的檔案呢在這邊 在這裡,所以現在應該各位都已經下載了 就今天的日期 那麼一樣我們就是用這個Smart的這個套件 所以各位你今天拿到的是全新的 你今天拿到的是全新的版本 那麼今天呢這個Blockery 這是我們上次用過的 所以簡單的等一下會跟各位稍微再複習一下 有沒有有沒有,忘記的 有嗎?那個網址在上面這邊有沒有 Blockery.web.io 所以等一下你可以從這邊直接做超連結就可以了 這樣會比較快 好,那麼再來呢 你進來之後呢 待會記得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閃電有沒有 你先把你的那個裝置的ID 現在大家的後面都是四位數 好,四位數 所以你待會這個閃電打開之後 把你的那個ID打進去 記得有分大小寫喔 有分大小寫 所以看一下確認你的裝置 如果OK的話這個閃電會變綠色的 如果你的裝置找不到人 他就變紅色的 好,這是第一個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麼再來的話呢 我們左手邊這些積木應該大家上次有用過 應該還不會忘記啦 這比較沒有問題 好,OK 那麼,好的之後呢 那在這個裡面我們簡報裡面也有一個 就是剛剛那個積木圓件的部分 如果是圓件模組跟傳感器 最主要差別 差在什麼 會不會回傳那個數值 好,回傳數值喔 像LED燈啊 或者我們玩 上次有玩過那個點舉證 它就是亮跟暗而已 它不會接收什麼數值喔 所以比較單純 那傳感器比如說像超音波拉 它就會把那個距離的數字傳給你 這個是這兩個差別 那今天呢 我們有一個重點 就是要認識一下 玩假的 對,你回家也可以玩 是的是的 等一下呢 會有一個網址在這邊 好,網址在這邊 他的官方的網址就是這個 那下面呢 老師這邊有寫一篇介紹的文章 告訴你說 這個假的要怎麼玩 假的要怎麼玩 那等一下呢 因為沒有真摯 沒有那些東西說 你回家可以玩假 對對對 因為你也可以練習怎麼接線 知道說對或不對 對或不對 因為呢 你看到 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各位你熟悉的板子 Arduino的 對不對 UNO那個板子 所以在上面 可以像這樣直接接 可以直接接 這是 我們今天 另外一個 會跟各位提到 另外呢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進度 是在做這個 等一下呢 模擬器可以玩這個 路上有看過這個吧 對不對 有過馬路的時候 如果你過馬路都不會遇到這個 那我也不知道你要怎麼回家 走天橋的 走天橋 好 然後呢 再來我們今天還要玩一下聲控的喔 聲控 所以你看 今天有沒有 一來馬上就發耳機跟麥克風 還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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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會發 等一下會發 不是要讓你來唱歌的喔 是要讓你用講的喔 好 然後呢 再來往下 欸 剛剛有同學有提到 有一個風鳴器沒有錯 今天會把風鳴器也交進來 對對對 遠遠的那一顆 可惜幾條 有沒有 有一顆遠遠的 它就兩根腳而已 兩根腳 所以我們今天的進度 主要是這三個部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喔